来看到呢很多人说这个广告词啊 钻石很久远 但是呢再挖还是有这枯竭的一天 全球钻石的市场呢 在去年因为金融风暴严重的萎缩 那么今年第一季呢 比去年同期大幅的成长 但是呢也似乎这个有引起了业者吸收的情况 全球最大的钻石商 戴比尔斯的这个相信呢 那么这个钻石的工艺长久呢 来说会逐渐的枯竭 所以呢现在公司准备了要减产 来延长矿场的寿命 分析师说了 如果说全球的钻石产量确定会减降的话 那么未来五年 原钻的价格每年至少会涨个五百分之五 那么这个戴比尔斯的钻石产量呢 在今年是需求大幅的回升 那么第一季呢 产量是去年同期的六倍 销售金额达到15亿美元